描繪一個過去的時空場景 然後用超現實的一個想像去勾勒它 很多人都不知道神經大到成意 就大到成策戰這個的存在 那我就從這裡開始發想 就想說蒸汽火車騰空之後 然後就開始穿越時空 讓一個站長 然後火車站在那裡 然後召喚回時空 然後在國樂團我覺得收滿驚喜 因為他們提供出來的元素 都跟我們小時候所謂的國樂團很不一樣了 他們有新的聲音 他們有新的聲響 大家知道就是台灣國樂團其實長期以來 一直致力於就是在傳統上創新 這一次的《魔幻時空大道成》動用了三個作曲家 發揮他們各自的長處 有作曲家是本身就有傳統音樂背景 那有作曲家是他本來就很擅長寫作 跨文化的素材 那有作曲家本身就長期投入在最尖端的遊戲音樂的寫作 就是發揮他們各自的長處 那這一次又更別開聲明 就是竟然是更新馬熙 我想這次的製作 它不僅僅是在音樂上會非常精彩 然後在視覺上也會非常的豐富 因為有這個新馬熙元素的加入 六個高手每個人都領域都不一樣 比如說大環 人在一個大鐵環裡頭不斷地轉 我就會讓它持續好幾次出現 它感覺好像就是一個時間 那像江三樓這種東西的話 我們就會從空中來 我們有個醜調 我們希望他們跟我的文學 跟影像的一個投影意象 整個結合起來 《文外時空大道城》 是一個對於時間想像的一個 音樂劇場的演出 新馬戲的加入 更是有三位很棒的作曲家來譜寫音樂 又熱鬧又好聽 然後又充滿心情 會非常非常的精彩 歡迎大家來為偉銀看我們這次的演出 好朋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